科技富豪马斯克旗下的社群平台X 遭到外界指控助长仇恨言论 以及假资讯的散播 以色列遭到哈马斯恐攻之后 马斯克本人更是在X上回应 认同一则反犹阴谋论的发文 引爆了争议 不止以色列官方反弹 欧美许多大企业以及欧盟机构 也纷纷撤广告 冲击了X平台的收益 马斯克在27号亲自前往以色列 造访当时遭到恐攻的社区 并且会见了以色列领导人 以及人质家属 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 尽管马斯克后来对反犹言论道歉了 不过却痛骂广告商 对于X平台到底有没有帮助 效果让人存疑 冒着滂沱大雨 身穿防弹背心 表情凝重 仔细聆听以色列人的苦痛 全球首富马斯克 深入10月初 遭到哈马斯恐攻的以色列社区 姿态放低 再放低 眼见为凭 目睹哈马斯 烧杀掳掠后的惨况 过去一个多月 被贴上反犹太标签的马斯克 这次闪电造访以色列 全程镜头前 不苟言笑 敏感时间点 不免被质疑有作秀的成分 但跟着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 踏进焦黑满是弹孔的民宅 马斯克似乎真的心有所感 在社群媒体上因为反犹太争议 成为众矢之地 也难怪这趟防疫之行 被形容像是马斯克的赎罪之旅 11月15号 以色列全国以及全球犹太社群 还在为哈马斯恐攻伤痛 马斯克在旗下社群平台X 回应认同一则反犹太阴谋论的发文 当中指出犹太社群 常年来煽动对白人的仇恨 短短一句话 点燃外界反马斯克的怒火 四天后 马斯克发文回应 彻底否认外界对他的反犹指控 并反咬批评他的媒体报道是假新闻 虽然29号 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 为自己的发文道歉 但仍然怒骂抵制他的广告商 美国主流媒体点出 马斯克收购推特并改名X前 不但自己多次在推特上 与阴谋论瞎起哄 接掌推特后 对平台上充斥的阴谋论及假新闻 也没有明显作为 推特由马斯克收购前 高达90%的营收来自广告 各大龙头企业包括IBM 苹果以及迪士尼带头下 广告客户雪崩式出走 马斯克要避免X平台崩盘前 得先扭转自己的形象 as疑似于 你怎么会准备 我怎么会准备 准备的 人们和习近的 既别人 禁止 你最初想要禁止 对 人们的灵魂 做法 人们的干准备 人们的灵魂 在 暗所 接着 沒有選擇 和納坦雅胡在X上開直播 表態力挺以色列終結哈馬斯 也承諾協助打擊仇恨言論 會見以色列總統賀佐格時 更譴責哈馬斯的洗腦式宣傳 人們是能夠的 如果他們是孩子的負責 他們會認為 死亡人士是很好的 你們有一個巨大的操作 我認為我們需要一起戰鬥 因為你帶著的平台 難怪有很多古代的恨 就是俄羅斯的恨 就是反正的 我認為大型的商人 真的在擔心不只被擔心 不好的東西 而是市場的毒性 原來同一時間另一大爭議 是X平台被指控將大企業的廣告 與納粹文宣並列 發布報告的左翼媒體研究機構 Media Matters 還遭馬斯克提起誹謗訴訟 極右派色彩濃厚的德州總檢察長帕克斯頓 也對Media Matters開啟調查 但在紛亂的社群媒體時代 馬斯克早已被視為一大亂源 這次除了多家跨國企業切割 連歐盟機構也拒絕在X上打廣告 巴黎市長伊達哥 更痛批X已經成為藏污納垢的全球下水道 決定不再使用 它是真的有一個人 他會寫了他的性命 他會寫了他的性命 他的性命 穆斯克把Linda Yaccarina放在位置 但他沒有擔任擔任 他繼續訊息 他想什麼都要 當時他看到一些 有些東西 似乎要承受 反正的資訊 他就說 對 他只是訊息 他的直播 我認證 他在晚上中訊息 他不認為這些東西是否 疫情最初拒打疫苗的馬斯克 幾年來也曾經以疫情相關的 誤導性資訊 煽風點火 烏爾戰火爆發 去年10月完成收購推特的馬斯克 也對平台上的相關假新聞 處置慢半拍 美國大選將至 馬斯克雖然交出執行長的大位 但仍然被視為實際主導者 面對選前的社媒亂象 管理及決策能力 大受質疑 這次防疫展現誠意 停以反哈 關懷人質家屬 也承諾不會在 魏京以色列政府同意下 向加薩提供新链衛星網路 避免遭到武裝分子濫用 我們在聖書的信仰 信仰在憎恨 在一人的罪 可能是正常發生的事 但證據會在他的平台上 我們必須看到他的平台上發生 社群媒體的開放與管制之間 如何取得平衡 各界領袖及專家持續摸索 馬斯克掌控下的X 恐怕更是充滿變數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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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